一輛兵式車在台北市萬華區路口為庭 引發民眾的不滿 上前拍攝準備要檢舉 結果駕駛火氣很大 衝上前拍打手機 也被發現他是新北市新莊分局警友會站長 車上還貼著警友證 讓駕駛質疑 難道是站著由警察當靠山嗎 對此新莊分局回應 警友證並非分局發放 是站長個人行為 後續都會依法辦理 站長本人也道歉 我拍到我 兵式駕駛微停路口 被民眾錄影檢舉 他氣得直接出手拍掉手機 打給110啊 你不是很有種 被攻擊的民眾言怒了 繼續搜證 這時更發現車窗上貼著這張 新北市警察之友會 識別政大大寫著 新北市警友會新莊分局新華站 一追查這駕駛 真的是警友會的許姓站長 不過另一張行政院新聞局識別證 上頭的全身警政報 早就在2012年解散 可能是等一下用手上 他不高興 然後兩個人就罵起來 12號下午台北市萬華區 這名新莊警友會許姓站長 圍庭路口疑似在等人 不滿被拍照檢舉 直接拍打對方手機 也引來民眾質疑 難道只要貼上這張警友會識別證 就等於吃了無敵心心 違規也不怕嗎 將主動聯繫檢舉人 請請提供違規影像的原始檔 自膽舉發 做了不好的事話 相當抱歉 我會依法繳納罰單 新莊分局強調 這張警友證並不是分局發放 是站長個人行為 後續都會依規定辦理 違規定萬華分局也說 駕駛微停在路口10公尺內 只要接貨檢舉影像 就會依法開罰 其實各地警友會 大多是轄區地方人士 平常跟警方關係良好 還會贊助經費 不過就算是警察好朋友 只要違規罰單一樣躲不了 謝謝大家 林明中台北財貿易報告